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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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还是看皇帝的兴趣 不过和他身边的女子发生关系是最容易的 历朝历代的太子都会有自己的宫殿 也就是所谓的东宫 当太子成年之后 一般是不允许进入后宫的 主要是后宫家历妃嫔众多 防止产生任何瓜葛 若在东宫就不一样了 完全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对任何一位女子有兴趣都可以发生关系 那么谁会是皇帝一生中第一个发生关系的女人呢 这很难做出最准确的回答 皇后 妃子都有可能 而且任何一个被皇帝临性的女人都会有名号 但可能性最大的应该是 皇帝年幼或作为太子时身边的宫女 甚至是奶妈 对于奶妈这一职业 很多人并不陌生 在古代 奶妈是专门为达官显贵 以及皇室贵族的子女 喂养母乳的人 然而 奶妈不仅仅承担哺育孩子的职责 他们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十分的复杂 封建帝王并不是由自己的生母所抚养 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 皇室作为古代继承父辈产业地位的重要继承人 他们必须得到最好的照料 但古代大户人家的夫人 基本出生娇贵 不具备照料孩子的技能 而且为了保持荣严和形体 夫人们往往不承担哺育孩子的责任 其次 皇室之中采用奶妈捕育皇子 主要也是为了防止皇子和生母之间密切的联系 进而导致皇子掌权之后 生母夺权或是外妻专权的情况出现 这与古代的封建帝王制是相辅相成的 最后 奶妈捕育皇子 可以减少后宫嫔妇之间斗争 进而导致皇子受迫害的情况出现 封建社会的奶妈习俗由来已久 据记载 早在西州之时 就有在后宫之中挑选女子 担任奶妈 承担补育皇子责任的现象出现 多数人认为奶妈只需要承担 喂奶的责任 而实际上 奶妈群体对于封建帝王的脾气秉性 文采道德 甚至是治国理政的方针 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于奶妈的记载为 如母饮食之者也 然而实际上 奶妈在喂奶之外 还有一直陪伴在皇子身边 承担保育的职责 包括皇子的衣食起居 就连病痛医治 预防都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奶妈的脾气秉性 和接受的道德文化教育 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 影响到皇子 康熙的奶妈是瓜尔家氏 根据记载 他的生平职责就是 凡善调户 沈卫养 石一福 劫饮食 后寝兴 防己苦 于礼接耳直也 清朝的帝王 基本上都有奶妈抚养长大 因此 对于清朝的帝王记载之中 可以看出 十二代承袭的帝王 没有一个是昏庸无能之辈 这与当时颜柯的 奶妈选拔制度 有很大的关系 二 严苛的奶妈选拔制度 清朝可以说是 历代选拔奶妈最为严苛的朝代 因为奶妈承担着 养育皇朝子嗣的重要职责 因此 皇室对于奶妈的选拔 也是极为严格 道德品行和出身是最重要的 因此 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奶妈群体一个尊贵的地位 根据 也许有两个部门 层层筛选 除此之外 古籍记录中也提到 清朝对于皇室奶妈群体分类十分明确 在清朝时 顺治那个朝代就已经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奶妈群体 每位皇室不论嫡数 出身地位尊卑 都至少配备八位奶妈 直到皇室断奶之前 都由这八位奶妈扶育 断奶之后 则由教育作用更加明显的安达跟随 关于选拔奶妈的标准 晚清时代的记载说明 需要年轻漂亮 品貌端正 性情温和 且家庭成员聚在 而且需要他们做奶妈时 生育第三胎 未满三个月的时间 乳汁健康充足 才能成为候选者 并且对于皇室的性别来说 奶妈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产男用乳女者 产女用乳男者 即做男皇室的奶妈 必须是刚生产过女儿的 做女皇室的奶妈 必须是生产男孩的 为了避免奶妈遇到断奶 或是生病中断胃养的情况出现 清朝还设置专门的奶妈备用库 充分保证黄室的母乳胃养 除了以上的临选标准 因为清朝是满族统治 因此也需要满足一些特殊的条件 其一必须是其人且通满文 因为清朝是少数民族 满族统治争权 因此他们要求奶妈的血统 也必须是满族血统 且必须精通满文 为的就是黄刺 可以从小就接触满文满语 但是随着清朝统治 逐渐被中原的汉文化所同化 符合要求的奶妈逐渐变少 基于此 自乾隆时代 奶妈选拔制度有所松动和变化 其二必须是内务府包衣 奶妈选拔必须符合 正黄 香黄 正白 上三旗包衣左领 或内管领属下人户妇女 后期因为各种原因 奶妈选拔制度松动 很多中原地区的农村妇女 也充当了奶妈的决策 制度渐渐废除 只需保证黄刺的乳汁供应即可 不仅选拔制度严苛 而且一旦进宫 就意味着要放下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奶妈入选 就必须到皇宫里捕育皇子 因此 宫外自己刚出生的孩子 就很难服育 宫中自奶妈进宫也会封闭消息 因此很多奶妈达到年限出宫之后 才知道自己的孩子早就去世多年了 痛心不已 但也无可奈何 由于皇子长期和奶妈相处 难免会对年轻貌美的奶妈 产生一些爱慕之情 而且古代并不像我们现在 上至皇帝 下至平民百姓 他们结婚都很早 基本上 所有皇帝在没结婚之前 就已经临性了很多女人 其中 年轻貌美 又朝夕相伴的奶妈 变成了他们的首选 譬如 明朝时期的奶妈 万世 就是明宪宗 朱建身 婚前临性的对象 万世四岁时进入皇宫 随后 成为孙太后的侍女 后来 万世进入青春期以后 日益娇艳秀美 加上她聪明伶俐 善于察言观色 所以 急得孙太后的宠爱 成了孙太后的心妇宫女 随后 孙太后 就派万世 前去做朱建身的奶妈 对她进行了性教育 朱建身 在万世的启蒙教育下 从此不能自拔 因此 朱建身 十分宠幸万世 后来 还赐给她贵妃的封号 不过 这只是个例 由于奶妈的身份 较低 即使被林姓 也基本不会有名分 因为 在人们的观念中 补育过皇帝的奶妈 是不能成为妃子的 但作为皇帝的第一个女人 大多都会被记住 毕竟 让皇帝第一次感受到 做男人的快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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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